台灣 加油 台灣 加油 台灣台灣台灣 加油加油 駐蒙古國代表處外交人員 加上台橋 人不多 但他們還是用盡全力 替台灣隊加油 不論什麼活動 都積極透過行動力 讓當地人認識台灣 OK 1 2 3 GO 想說國際童韓節 我們到底有什麼可以介紹 給蒙古的小朋友呢 我就想到了台灣的竹蜻蜓 六種主題有水果 我們就把它叫做台灣直升機 我想這個軟實力也是很重要 我們要向下扎根 我們要讓蒙古小朋友 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我們台灣直升機 他們從台灣直升機好玩 然後認識到台灣 然後再看我們上面的圖案 介紹台灣的美食 台灣的美景 我們雖然是一個非常小的代表處 這裡也沒有冒險 也沒有經濟部的人 沒有任何其他部會派駐的人 我們就四個人 但是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面面俱到 那通常你大概就是半簽證的時候 你會來這裡 那他們也不曉得說 我們代表處可以提供什麼服務 所以我積極地去商工總會 福倫社 這個到處演講 然後告訴他們 我們代表處提供的經貿方面的服務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協助美和廠商 那另外呢 為了促進雙邊的觀光 我們在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跟蒙古的商工總會合作 在蒙古的商工總會辦了一場 台蒙旅遊商機說明會 所以參與的旅行社 蒙古的旅行社非常的多 然後我更驚訝的是呢 其實現場有很多 有一些人 他們並不是旅遊業的 因為他們想要認識我們代表處 想要知道就是 我們想跟台灣做生意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開始 所以我們就發現呢 如果我們多多走出去 我們會吸引更多的機會 只要能宣傳台灣 任何小細節機會都不放過 他是現任諸蒙古代表羅靖茹 我來介紹一下現在進行事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跟蒙古大力的 推動植樹的合作 就是台灣慈興基金會發明的水寶盆 因為首先它是用廢紙 回收的廢紙做的 因此呢 在三到五年之後 這個小樹已經長成大樹之後 它會在環境裡面 自然的分解不會造成任何的污染 所以用這個水寶盆 你灌了一次水以後 這個樹可以三個禮拜 都有穩定的水源 這個種樹的存活率 基本上大概多到八成九成 那麼我們這麼做 對台灣有沒有利呢 當然有利啊 所以蒙古的沙漠化 事實上也會吹過幾千公里 影響到台灣 羅敬如被派駐到有民主 綠洲之稱的蒙古國 將滿四年 雖然四人團隊非常辛苦 但他們在台蒙外交上 依然展現驚人專業 我們也想藉這個機會 讓更多蒙古朋友了解 台灣跟蒙古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設計了這個卡片 然後我們用非常簡單的 這個四個圖 來總結過去二十年 台蒙雙邊關係最主要的四大領域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貿易 我想兩國的關係離不開貿易 那疫情之前貿易最高的時候 達到四千兩百萬美金 以我們台灣這樣的 國際貿易大國來說 這個數字實在是小到不行 不過呢 我的隔壁是傑克 傑克大使 他聽到這個數字他倒是滿驚訝 再來呢就是學生 蒙古學生很喜歡到台灣唸書 2017年的時候才800個蒙古學生 但是到了2019年才過兩年 就翻了一倍 2019年就成長到1600位 那疫情之後呢 我們也看到就是強勁的復蘇 那再來這一塊 就是我們提到的這個醫療合作 包括羅匯護員基金會在內 我們國內非常多的醫院 都很熱心的 跟蒙古的醫院交流合作 然後並且呢 協助訓練蒙古當地的醫生 到台灣去受訓 在這邊我們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我們常常協助 梅河蒙古的醫院 跟台灣的醫院成立姐妹醫院 我們的第四個面向 就是歷史文化的合作 那麼待會在會議室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國立故宮博物院的 陳吉思韓畫像 還有忽必烈韓畫像的 高仿複製品的畫像 掛在那裡 因為蒙古人是馬尚民族 所以他們很難保存 他們自己的歷史文物 因此我們的故宮博物院 我們的國家圖書館 這麼多年來 也致力於就是捐贈 這些元朝歷史文物高仿的複製品 給蒙古的博物館 給蒙古的國家檔案局 推動外交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推動的是 雙邊互利的合作 所以阻力不是很大 然後並且對蒙古朋友來說 也是非常有感的 建築外牆用繽紛色彩寫著台灣 駐蒙古代表處 設立至今剛好滿21年 在大家的努力下 台灣對蒙古人來說 是友善、安全和值得信賴 還有我希望引進更多台灣的產品 到蒙古來 那其實呢 我們已經拜訪了蒙古 幾乎所有的大的 這個連鎖的超商 跟連鎖的超市 就希望他們能夠多進口 就是台灣的食品也好啊 或是其他的 我也希望就是在蒙古的市面上 能夠出現一些 識別度高的台灣的產品 一眼看去就知道 這是台灣的產品 我們做外交就是腳踏實力的推動